我是当轩现场带领关注新北市一名男子 他拿了一张千元的假钞 让店家找零950块 店家后来发现只能认赔 没有想到两个礼拜之后 男子故技重施 这回店家大喊抓贼 吓得他仓皇而逃 但是关键的破案线索 是他右脚上的鞋 在逃跑过程中掉了 最后警方以鞋追人 成功逮捕嫌犯 身材高大的男子 光着右脚在马路上跳呀跳 会跑得如此心急 原来是因为拿假钞换现金 在市场招摇撞骗被试破 警方根据这关键的右脚抓到他 我就刮抓刀 让他拼命拼命走 拼三个少年的认账 老是成鞋子 他说他没脱退 事发在新北市新庄红太市场内 嫌犯当下利用市场的人潮 想要鱼目混珠 拿了一张千元的假钞 想要买一包50元的偶遗 没想到在付款的当下 还是被老板当场抓包 老板娘越降越生气 时间回到案发当天 无信嫌犯起初拿了45块 发现钱不够 掏出了千元假钞 骗走950元的找铃 店家本来想要自认倒霉 整料两周后 他又回到了同一间店 无信男子早就市民惯犯 在双北地区用相同手法骗钱 小本身一遭有心人士盯上 店家怎么防范自有一套 就这样子戳嘛 然后会有那种触感啊 很旧很旧的会稍微 再注意一下 行使伪造的货币的话 是可以数到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受害的店家只判法官 能从重量刑 尽管嫌犯矢口否认 但罪证确凿 这老狱之灾逃也逃不掉 记者万家为 陈情辱新背双报道